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和因、阳、风、雨、会、明以风、热、湿、火、灶、寒为六气的流转即所谓气韵 以推断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 进入了2021年,五云六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小官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份2021年的五云六气的讲解 以及一些养生建议 有兴趣的官友们可以点赞加订阅收藏起来哟 五云是指暗天干 甲乙丙顶雾脊更新人鬼推算的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年云变化 简单来说,甲乙属木煮风,饼顶属火煮热 雾脊属土煮湿 更新属金煮灶 人鬼属水煮寒 期间会有太过或不急,也会有平气之年 年云与碎气的推算互相关联,密不可分 而六气是指按地址,子丑,银卯,陈寺,五味,身有,虚亥,推算的碎气 将一年24个节气分为六气,及四个节气为一气 依据每年气候常规,每一气的主气都是首长的 初支气的主气是绝阴风母 二支气的主气是少阴军火 三支气的主气是少阳香火 四支气的主气是太阴湿土 五支气的主气是阳明造金 中支气的主气是太阳寒水 绝阴风母的概念是阴尽阳生 所以定为一年之时 这时的气候特点是地气反暖,万物蒙动 木表示生发,风除了显示多风 还表示多变化而不稳定 称为扇形而朔变 少阴军火的概念是阴气收敛,阳气始至 气候特点是温而不热 军火与香火相矣,军火以明,香火以味 是曲类笔相的表述 军火时如君临天下,光明普照 热多在行而少在食 一到香火就如同宰相治国,才是时热 少阳香火的概念是阳气正当少壮 气候特点是日渐炎热 而其火旺斜风,所以常有风气相助 太阴湿土的概念是至阴返阳,阳气在外 暑热加湿,土浴化万物 气候特点是雨多湿盛 阳明造金的概念是阳藏秋窗 明字原为明,是月照窗林之意 与阳气收敛,热随秋去,惊为肃沙之气 气候特点是天干气躁,寒霜降临 太阳寒水的概念是致阳反阴 阳气收内,水尘余下 气候特点是天寒地冻 那弄懂了气候的周期性,接下来就分别讲一讲这些变化 2021年1月20日到3月20日 少巧,少雨 绝阴风目,绝阴风目 由于新丑年的六气,主刻气都是一致的 所以就容易导致这一年的气候出现异常 要么都是火,要么都是水 因此很不利于人类的生存 这也是为什么新丑年容易有自然灾害的原因 2021年疾病的主要病机是肾虚 所以我们在考虑春季用药的时候 也要重点考虑这方面的用药 因为肾虚又有绝阴风目的作用 风火相伸,容易导致虚扬上扰 很多高血压患者应该会出现一些问题 养生时可以多吃芡食、藕、黑豆、山药、枸杞等 2021年3月20日到4月2日 少脚、少雨、少阴军火、少阴军火 这时的气候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寒气中 变得出现了一点点暖气 此时应该说还是有意思的含义 但是因为有两个少阴军火出现 气候就会相对较暖了 所以推荐用药跟前面的时间段类似 没有太大的变化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可能出现上火现象 此时可以用增叶汤 或者是有陈皮的茶 也可以用一些金银花 这些都可以泄火 2021年4月2日到5月21日 太蒸、少脚、少阴军火、少阴军火 4月初主运太蒸、火太过 且主气、客气都是少阴军火 故而此时的气候会变得异常热 所以必须注意 因为火太过导致的各种问题 最大的问题还是肺部 肺部问题还可以表现为皮肤病 包括湿疹之类 也可以表现为咽喉炎或者鼻炎 加之主客气的少阴军火 问题会更加突出 同时还有一个水不及的中孕 所以这种阵仗下 肺炎或者流感爆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大家必须加以防范 此段时间可以多吃季菜、马齿馅、苦瓜等 或者多吃一些海产品 比如海带 实在不行准备点大黄、泡点大黄水 这样可以保障火气没有那么旺盛 2021年5月21日到6月15日 太蒸、少脚、太阴湿土、太阴湿土 因为火热之气比较重 火热本来就会携带一定的水湿 而此时的主客气都是太阴湿土 两个太阴湿土同时出现 一般情况就会导致气候比较湿热 比如南方雾气会比较大 烟雨萌萌 湿漉漉的天气天天有 加之辛丑年中 运水不及所导致的肾虚倾向 所以此时风湿性疾病很严重 肾虚也会很明显 此时湿热是最重要的气候 所以除湿去热是最好的方法 建议可以在路边找到一些车前草 然后在杯子里面加点枸杞 既可以防止上火 又能防止因为湿热导致的腹泻 尿道炎症 同时也能补肾 2021年6月15日到7月22日 少工 太征 太阴师徒 太阴师徒 这段时间应该是一年之中 湿气最重的时刻 用药特点可以维持前面那段时间的特色 不过这个时候主运是土不及 所以脾胃疾病会加重 此时应该由原来的厨师改为健脾 可以加入一些补肥的方药 比如补中益气丸 2021年7月22日到8月30日 少工 太征 少阳香火 少阳香火 脾胃不足的现象依然存在 同时还会有其他毛病 那就是燥热比较强 输热之气比较明显 因为此时一般是每年最热的时候 而客运又是火太过 客气是少阳香火 所以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中暑 还要注意火热之气烧灼肺筋 大便出血 滤疾之类的疾病可能将要爆发 面对这么旺盛的火 除了补肾阴的方法 卸火补脾胃很重要 建议大家可以吃几天拌下卸心糖 这个方不仅可以补脾胃 还可以泄火 2021年8月30日到9月23日 太伤 少工 少阳香火 少阳香火 火热之气还在 所以筋受伤 大肠 肺部问题依然存在 大便便血 流鼻血 咳嗽 气喘依旧会比较多 但是又有了一份造气 所以灶热河流 我们需要润肺灶 清肺热 可以用一些滋阴的方法 比如可以吃一些恶焦 这段时间的恶焦应该对身体很不错 如果出现了出血的症状 一般来说都是热性的 买点调琴 泡茶喝 就可以止血 2021年9月23日到11月11日 太伤 少工 杨明造精 杨明造精 火热之气变得没那么重了 但是造气开始加重 所以很多人皮肤干燥 如果这段时间同时出现寒冷的现象 就会出现皮肤均裂 这段时间除了皮肤干燥 还有很多人会出现眼睛不适 出现肝血虚的问题 所以可以备点八蒸汤 对于一些肝胆不好的人来说 这段时间进行疏肝理器 吃点金菊肝 吃点陈皮茶 或者阴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2021年11月11日到11月22日 少雨 太伤 杨明造精 杨明造精 虽然有造气 但是冬季来临的还是比较慢 此时不但没有冬季的表现 反而令人感觉比秋季还热一些了 因此这段时间最应该注意的是 因为肾水亏虚导致的失眠 或者是肾虚导致的各种疾病 如妇人会有月经布条 及其他各种问题 2021年11月22日到2022年1月20日 少雨 太伤 太阳寒水 太阳寒水 新丑年的最后一个气节 是水不及的助运 金太过的客运 虽然水不及的助运 一般代表着暖冬 但是因为客运是金太过 还有太阳寒水的客气 总体来说气候还是相对寒冷的 不是暖冬 所以流感爆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倒是很多阴寒性的疾病爆发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经过一年的中运水不及的作用 人体的肾气已经受到了伤害 一旦冬季来临 以肾虚为主要病因的疾病 可能会集中爆发 加之此时重叠了寒水之气 其实就是意味着寒性的肾虚疾病 很可能会爆发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 需要重点考虑的是肾气丸 这种温补肾阳之方 以上就是2021年中医五孕六气的详解与运用 如果观众们觉得在视频中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